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金刚 那是胖闷儿 这是我调皮的妖儿 胖鱼儿 妈妈 我想出去耍 这人是新朋友 你奶都没有端 朋友弟子都分不清楚 出去小心被欺负 我不怕 我现在就要出去 不太行 山上还有好多凶猫类邻居 嘴巴这么大 他们是啥子动物 雪山上有一种全身灰色布满黑般的大毛 雪豹 他们拖着根长尾巴 牙齿间 脾气差 看到谁都想打一架 还想称霸山林 人类叫他们雪山之王 你怕不怕 雪山之王 听上去好酷 雪山之王 他们可是死肉动物 你最好离他们远一点 听说雪豹平时非常神秘 特别会偷袭 有时候会跑到森林里头来 你要是不在妈妈身边 可就危险了 我不怕 我会爬树 妈妈 我们的家园那么大 一定还有其他的动物吧 那就非常多了 我想想 高山上里流石滩 火灌木丛里 有花里胡哨的绿尾红字 红富锦基 森林里有总是大惊小怪的金丝猴 还有一天到晚把森林搞得喷喷响的黑熊 还有对啥子都好奇了 毛冠露 妈妈 天上飞的是啥子 那是高山勿救 我们都叫它森林清洁工 它们会把山里死去的动物清理得干干净净 你看它飞的又高又稳 哪里有情况它都晓得 哇 我要是有一堆这么大的翅膀就好了 我就可以去看各种颜色的森林 绿色 金色 银白色 在天上看森林一定非常的奇妙 夸玩 天上吹的风好冷 走在路上可以吃竹子 还可以看见各种各样奇特的食物 绿绒蚝 水母雪兔子 锅子花等等 它们很漂亮 这儿发现了几条野心大熊猫的供电 妈妈 它们是哪个哟 为啥找见我们的爸爸 它们是研究这里的科学家 山里的动物族群和我们熊猫家族 现在越来越壮大 多亏了它们的用心守护 它们肯定去过好多好多的地方 我也想像它们一样走遍森林 我们的家园可是在一个星球上最大的大熊猫气息的 偏里的小短腿 那是要花好多年的时间 我不管 成为森林探险家的第一步就是先做个梦 去тер了 elas 到了 散工 3 用 搶 老 ark